美国疾控中心调查研究显示 在没有10%的亚医患有B型肝炎 B型肝炎容易透过体液及血液传播 那么市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避免感染B型肝炎呢 B型肝炎与常听到的C型肝炎又有何区别 希望之城医学系医生及外科系主任Dr.Fung 将和大家详细讲解B型肝炎究竟从何而来 以及B型肝炎的患者又应该如何应对 敬请关注天下卫视国语台本周六晚间8点30分 以及无线台周日晚间9点播出的天下纵横谈